有人说两人就算是分手以后也可以做朋友,毕竟都曾是爱过的、了解的、最亲密的人,特别是中国长久以来以何谓贵的思想影响着所有人,很多人就全移默化的觉得没必要闹这么绝,或者也有人觉得分手之后,不可能完全的放下对方。 所以,做个朋友也挺好的,以另一种身份去关心对方,不过觉得既然已经分手,那么就干脆一点,开始自己的新生活,这才是最好的选择,有一些星座分手的时候果断狠心,要想再跟他们联系,想都不要想。 天蝎座,天蝎座是除了名的附黑星座,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感情,天蝎座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闪钉截铁,毫不留情。 对于天蝎座来说,付出过了,得到过了,现在既然选择得分开,那就不要再联系,尽管在一起的时候,如交四期,但是他们,你一旦被伤害,或者失去了对你信心,他们就会把自己封锁在冰窖里,冷冰冰,铁面无情,狮子座,狮子座敢爱敢恨,当初有多爱现在就有多无情。 他们一旦认定一个人,就会把自己所有的感情表达出来,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对方,但是狮子座也是高傲的王者,分手后受伤的他们会认为自己被重重的打击,没有了当初的热情,只剩下一潭死水。 所以,骨子内骨鸡也会告诉自己,别联系了,摩羯座,摩羯座相当固执,有时候认定,哪一个里后石头牛都拉不回。 在感情阶段,摩羯座会无私的奉献,他们愿意个人承担所有的苦让双方更幸福,但是分开后,他们也会宁愿一个人独处,也不愿再提起任何和过去有关的事情。 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快乐,都被摩羯座独自封锁在心里了,其实如果分手还想做朋友的,只有一个原因,就是还在乎彼此,放不下对方,再者就是从未相爱过,如果真的彻底放下,那就天涯各处,从此安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